戴死聚君业完成结婚登记 S妈曝光和女婿见面计划 徐云真太酷了吧 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欧巴 为你握手冷风吹 寂寞时候流眼泪 请问住手了那么久 结束自我管理的聚君业 要出门登记结婚了吗 哦 爱让你久等了 戴死经纪人发出声明 谢远跟聚君业先生 两人在台湾的结婚登记手续 1月28号完成咯 结婚日期就是以韩国 2月8号的登记日期为准 所有对心愿们的祝福 欣然都收到了 非常感谢 而夫妻俩这两天 没有出门的计划 也请媒体们安心回去休息 喝点姜茶注意保暖呢 我的女儿是站在外面 四十几分前后 我心里很疼 天下父母心啊 聚君业在出关的首个上班日 马上就到护证事务所 把大S钉下 于是徐妈妈深夜发吻了 管不了管不了 管不了你的爱还是你不爱 管不了一切的烦恼 我将会离开烦人的地方 那我妈当然会觉得说 你才刚结束一顿什么的 她还是要有发泄的那个管道 所以才会出现那个攻击事件 攻击那也算是情绪勒索吧 徐妈表示 尚未收到和新女婿吃饭的邀约 早晚总会碰到的吧 因为这几天媒体实在太多了 楼下这么多人 哎呀给你们添麻烦 真的不好意思 就在大S完成结婚等级这天 前婆婆张蓝也刚好开了直播 晒出于前媳妇的全家符咒 岁月一点儿一点的消失 我们终究又成长 拥有回忆 人生才得以丰润 岁月才满意诗情 这也被网友听出了嫌味之音 您说小月爷和小林内多久见一次啊 能见的时候就去 经常去就可以了 就是等那个小口罩的这个 响应 咱们得响应一下啊 别老那个给国家添乱 咱就在家老老实实的 是吧 能好了的时候 蓝姐就去 婆婆把孩子强行拿走了 你愿意吗 你是亲妈妈 咱们舍身处地的 去想一想 咱们那个就是也别那个评论 咱们就说如果您 您的孩子 如果您的孩子 我生生的就从您身边给带走了 远隔千山万水 您愿意吗 咱们舍身处地的想一想 好吗 本来就是这样子嘛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何浩晨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李博英 哈喽大家好 我是博树瑶 哈喽大家好 我是依依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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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觉得 庶女座跟水瓶座 应该蛮不合的 真的吗 对对对 可是我还 看什么看 快听了吗 快了 哈哈 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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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了